唯一以水为主的观光游览区 因背靠国教圣地宝峰山而得名 以高辖平湖而闻名 重面积274公斤 游览的宝峰湖以后 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我会选择那个被称为是 辣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山 那个典故就是那个山 它很像一只辣蛤蟆张开嘴巴 但是呢我不同意那个教法 因为我一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它像一只非常可爱 跟我们撒娇的海豚 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山与谁 为什么呢 我的外祖母他们住在德国的南方 在阿尔卑西山也是农村吧 那我到了宝峰湖的时候 我一看我就很想一家 我们去了这个行福桥的时候 可能是我最深刻的影响 因为对我来说的 这场场合遇比赛中 最重要的不是赢业 不是输 不是比赛的结果 而是游戏 那在这里我已经交了很多很多的朋友 好 接下来15号 对我留下来的影响很深呢 就是有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在我们坐船的时候 有两位阿妹和阿哥来唱歌的 非常非常好听 而且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出来的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瀑布 那个瀑布呢非常漂亮了 可是有一个西方朋友 他在那里练习太疾传 所以我觉得非常有 我想好像在西游记中的 一个主角的 最深刻的肯定是阿妹阿哥的山歌 虽然我不懂他们在唱什么 他们的歌词 我可以感觉到他们的爱 他们之间的爱 很浪漫 真是他们说的非常美 给我们过来出一个非常立体的宝峰湖 现在请我们的评委老师来点评一下 我们这一组选手的表现 刚才回答问题也非常好 因为他们回答问题很真切 很真实 而且呢真实的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同时呢我们的第一位选手呢 是忍者见人 你说像蛤蟆 我说像海豚 忍者见人 所以我虽然没去过这个湖 给我勾勒出一个 真是人间天堂的湖 谢谢我们评众老师的深刻点评 非常非常感谢 好的 接下来呢我们就自然要把刚才评委老师们给你们的分数来汇总一下 看看汇总之后的分数在这五位当中 有一位将会因为你非常高的分数而脱颖而出 那么这一位究竟会是谁呢 12号李追风 12号李追风 12号李追风获得了直接进击的机会 另外四位选手戴定将继续有机会来表现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那么接下来呢又将有一组选手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来展现他们的风采 要好好加油了